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克格伯上校被人当街打死 而这件事就发生在苏联 1980年的12月27日早上8点 一个电话打到了克格伯的值班办公室 在接线员接起电话之后 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 电话那头的人自称是医院的医生 根据他们的说法 就在这天早上 他们收到了一位特殊的病人 一个医院收到病人 也要跟克格伯汇报 接线员当场就要挂断电话 但是电话那头的下一句话 让他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电话那头的人说 根据这个人口袋中的病假条来判断 这个病人是你们克格伯的人 这句话彻底让接线员懵了 他急忙询问 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情况 而医生的话 让他真正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医生表示 这个病人遭遇了殴打 现在生命垂危 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这件事就被报告了上去 而医院里那位克格伯成员的身份 也获得了证实 他就是维亚切斯拉夫 阿法纳西耶夫上校 因为此时 阿法纳西耶夫已经昏迷了 所以无法从他的口中 得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所有人都希望 阿法纳西耶夫能尽快被治好 但就在四天之后 他们得到了一个失望的消息 因为伤势过重 阿法纳西耶夫因抢救无效身亡 这件事很快就震动了克格伯的高层 当时克格伯最高领导人 安德罗波夫亲自下达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 抓到杀害阿法纳西耶夫的凶手 在克格伯的调查下 这起恶性事件 很快就变得清楚了起来 12月26日 阿法纳西耶夫的40岁生日 就在这一天 他向着上级递出了一个请假条 表示自己偶感风寒 需要到医院检查一下 对于这个请求 上级很快就批准了 因为在所有人的眼中 阿法纳西耶夫都是一个 兢兢业业工作的人 无论多么复杂的东西 到了他的手里 几乎不会出现任何的失误 而且在这次的请假之前 阿法纳西耶夫已经连续工作 多天没有休息了 再加上阿法纳西耶夫平日里 对自己的同事也都十分的友好 所以在他递出请假条的时候 很多人都表示对他的关心 上级还特意嘱咐他 让他到克格勃的机关医院 去找一个好的医生 而根据当时的调查情况 阿法纳西耶夫在离开了办公地点之后 直接就去了医院 在医生的描述中也确认了这一点 医生表示 就在上午的时候 阿法纳西耶夫来到了医院 说自己身体不舒服 当时他亲自为阿法纳西耶夫 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结果并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一个小感冒 他给阿法纳西耶夫开了一点药之后 阿法纳西耶夫就回家了 顺着这条线索 克格勃的调查人员 来到了阿法纳西耶夫的家里 根据阿法纳西耶夫的妻子说 当天是阿法纳西耶夫的40岁生日 虽然他有点不舒服 但还是决定准备和自己的几个老战友 一起去庆祝一下 当时妻子一直在劝丈夫 认为庆祝40岁生日 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情 但是一直在克格勃工作的丈夫 却丝毫不在意 当时阿法纳西耶夫只是表示 说自己只是和朋友们一起喝两杯 不会夜不归宿 最多只是晚一点回来而已 无奈之下 妻子也只能放任阿法纳西耶夫离开了 离开家之后 阿法纳西耶夫如约来到了一个小酒馆中 和自己的两个朋友喝了几杯 而根据事后阿法纳西耶夫同事们的供述 阿法纳西耶夫平时基本上是不饮酒的 只有少数时候才会喝一点 在阿法纳西耶夫两个朋友的交代下 他们表示 当时阿法纳西耶夫只是喝了一点酒 并没有喝多 随后他还拉着两个朋友一起去逛了商场 他记得自己和妻子承诺的 晚上要回家 为了庆祝 他买了许多妻子喜欢的食物 比如烟熏的香肠 鲑鱼罐头 当然也少不了福特加和白地兰这样的酒水 同时 作为对自己生日的庆祝 他还给女儿买了一双粉色的鞋子 随后阿法纳西耶夫搭乘地铁五号线回家 根据地铁五号线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 他们当天却是在终点站 遇到了一个睡着的乘客 按照他们的描述 这个人应该就是阿法纳西耶夫 他们表示 自己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乘客 而他们的解决办法 也是打电话通知地铁五号线的警察 由他们来负责这些事情的后续 当时 他们打电话通知了警察之后 就离开了 之后发生了什么 他也不清楚 然而可疑的是 当克格勃调查到这里的时候 一切线索似乎中断了 地铁五号线的警察表示 自己当天确实接到了地铁站的电话 但是他们出警之后 并没有在地铁五号线的终点站 找到这个醉酒的乘客 那么在阿法纳西耶夫身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才导致了他的死亡 又是谁殴打了这个克格勃的上校呢 1980年12月底 新年即将到来 苏联内务部长谢洛科夫 在办公室里焦躁地来回走动 周围的人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所有人好奇 刚刚那份文件上到底说了什么 让身为内务部长的谢洛科夫 如此的失态 这份文件上的内容 其实很简单 是地铁五号线警察局 递上来的一份报告 在这份报告中的事情 也很简单 他们不小心打死了一个人 对于这种事情 以往的谢洛科夫 根本不限于理会 从表面上看 苏联当时的治安还不错 但是实际上 谢洛科夫知道 自己手下的那些警察 到底有多黑 他们经常殴打罪汉 然后抢走他们的财物 甚至于 还有人在警局里面 肆意地殴打犯人的事情发生 这些警察之所以敢这么做 就是因为 内务部中流传着一条体律 他们绝对不会交出自己的人 也就是说 他们如果触犯了法律 只要没有其他部门的人 直接过来抓人 他们是不会受到什么惩罚的 最多也就是内部的训诫而已 内务部长也因此 有了很多人的支持 可是这一次 他慌了 克格勃是个什么组织 他们都知道 但是 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不能让人知道 这件事情和他们有关系 因为一旦克格勃抓住了把柄 那么一路顺藤摸瓜 之前自己包庇手下的罪行 绝对会将自己也拖下水 于是 在克格勃调查到 地铁五号线警察的时候 他使了一点小手段 给了克格勃极大的压力 并且阻断了线索 希望这样可以让克格勃放弃调查 阿法纳西耶夫的死 已经彻底激怒了克格勃 就算上面不下令调查 阿法纳西耶夫的同事们 也不会放过凶手 虽然他们迫于内务部长的压力 暂时停止了调查 但是 他们将这件事 转交给了苏联总检察院 在得知这件事的严重性之后 总检察院迅速成立了调查组 开始对这件事进行调查 但是 内务部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迅速地行动了起来 调查组经常会遭遇莫名的危险 对于这种情况 克格勃早已经预料到 就在调查组成立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动用了 苏联最强悍的阿尔法反恐部队 来保护调查组成员的安全 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甚至连调查组成员的家人 都保护了起来 而调查组也不负众望 很快就找到了线索 就在距离阿法纳西耶夫失踪地点 最近的一个车站垃圾桶里 他们发现了带有血迹的衣服 和一个文件包 这原本都是属于阿法纳西耶夫的东西 而他们经过数天的走访 终于找到了一个夜班工人 他表示 就在12月27日凌晨 他看到了几个穿着警服的人 在这里丢下了一包东西 而根据调查组的情报 12月27日凌晨 没有一个出警记录是到这里来的 而这其中 地铁5号线的警察有最大的嫌疑 为了找到凶手 调查组的成员 挨个对这些警察进行了调查 并且和他们进行了谈话 虽然内务部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 但是他们明面上 也不能对调查进行干涉 只能任由调查组调查 而正是这次的调查 让调查组找到了三个极其可疑的家伙 在他们的调查中 这三个家伙很明显在撒谎 他们的说辞前言不搭后语 漏洞百出 可是无论调查人员怎么询问 他们只是咬死了一点 他们没见过阿法纳西耶夫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点线索 克格勃自然不愿放弃 他们秘密地调查了这三个警察的住所 而在这里 他们发现了阿法纳西耶夫的笔记本 上面不仅有阿法纳西耶夫的名字 职位和住所 甚至还有他的血迹 虽然咬死不松口 因为他们坚信 内务部会将他们捞出去的 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的内务部长 几乎已经放弃营救他们三个了 因为三个人导致整个苏联警察界被大清洗 这件事就连当事人都不敢想 当经过克格勃的数次大记忆恢复术之后 他们已经知道了 自己的上司不会来捞他们了 崩溃的三人 直接交代了所有的事情 就在12月26日 他们收到了一通报警电话 按照指示 他们在地铁五号线终点站 找到了有些罪意的阿法纳西耶夫 此时他们三个也是刚刚喝完酒 看到了阿法纳西耶夫手里提着的东西之后 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抢了这个罪汉的东西 然后再去喝一顿 虽然在克格勃工作 但本来就身体不舒服 再加上有些罪意的阿法纳西耶夫 很明显不是三个警察的对手 他的东西很快就被抢走了 而且自己还被打了一顿 但是身居高位的他 却始终咽不下这口气 就在这三个警察即将离开的时候 他对着这三个警察放了狠话 表示自己是克格勃的上校 过不了几天 这三个警察就会被革职 如果这三个警察在清醒的时候 听到这句话 可能还会认个错 但是被酒精麻痹了大脑的他们 根本没有听进去这个家伙在说什么 上去又是一顿毒打 这次直接将阿法纳西耶夫打得昏了过去 在阿法纳西耶夫昏过去之后 他们才默然清醒过来 自己居然打昏了一个克格勃的上校 他们身上被吓出了一些冷汗 如果这件事被扯出去 他们整个警察系统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危机 之前干的那些破事 全都会被抖出去 所以在听到这件事情之后 地铁五号线警察局的局长下达了一个命令 他们将阿法纳西耶夫 带到了远处的一个车站附近 然后拿走了他身上所有的财物 之后再次对阿法纳西耶夫进行欧斗 这一次他们下了死手 为的就是伪造成一个抢劫杀人的现场 之后他们将大部分的东西 都丢在了车站的垃圾桶里 至于阿法纳西耶夫 则被他们丢在了雪地上 俄罗斯冬天的温度 想必所有人都知道 而在这样的气温下 重伤的阿法纳西耶夫 待了差不多四五个小时的时间 体温严重流失 虽然被人们及时发现 并送进了医院 但是经过了五天的抢救 依然没有保住他的生命 当这件事暴露之后 引起了整个苏联的哗然 虽然在1982年 苏联官方判处三名警察 和地铁五号线的局长死刑 地铁五号线警察解散 整个地铁警务部门被肃清 但是依然无法挽回内务部 在人们眼中的形象 因为在公众眼中 警察本来是要保卫他们安全的 但是这些警察 居然连克格勃上校都敢杀死 更不要说揪出来的 上千多起警察抢劫杀人案件了 为了弥补这次案件带来的影响 整个内务部大换血 一百多名成员被扔进了监狱 整个莫斯科三百多名警察被捕 数千名公务人员受到影响 而波及的民众 更是超过了万人 甚至于内务部长也在被查出 贪污50万卢布之后 畏罪自杀 可能这三个警察也没有想到 因为自己的恶行 引发了如此巨大的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